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3日 今天是星期四 我們這一節會繼續 跟大家說這個香港的時事 我們今天會講得比較多經濟話題 上一節跟大家說這個 二手樓市正在崩潰 二手樓市充其量也可以說跟客觀環境因素有關 這件事 你這次有甚麼藉口呢 又跟我說 環球股市下跌 不好意思 只有你香港股市下跌 還有 就是中國大陸股市下跌 雖然這兩天 就說有強力的 概念反彈 概念反彈的內容 也挺驚嚇 就是這個 人民公社概念 中國大陸到底知道自己 在說甚麼概念 中國大陸人民公社 我們就不說了 我留給Tony再詳細說 我們要說的 叫做強積金 強積金 數字 流了出來 竟然是嚇死人 人均損失 高達 是6萬港元 是不是嚇死你呀 雖然 有很多人的所謂強積金 可能是基層小市民 強積金的數量 不算很多 但是 也不是小錢的 說說賣賣 錢 被你虧了 真是 到最後 錢 去了哪裡 這一節我們和大家一起揭露 這個是 藍媒 是揭露來的 有趣 所以和大家分享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跟訂閱報章雜誌一樣 報章雜誌 請了很多記者做新聞 我們 需要主持人 看新聞 看時間 用時間 去分析 各種資訊 你說 新聞媒體是不是讓東西獨家 其實不是的 絕大多數 他的資料 在網上搜集回來 亦都是 可能 人家報了 也會立即報導 相關新聞 所以 嚴格來說 其實時事分析 時事評論 所謂網台 其實跟這些新聞媒體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只不過 新聞媒體傾向大集團 多 所以他們 資金 紅厚 亦都很可能 在藍媒 藍媒就直接背後有好處 中共付錢 中共的錢 是怎麼來的 大家都知道 都是民資民高 他們控制了輿論之後 就有錢 不是因為他們經營妥善 是因為他們 背後有國家力量 有國家力量 能夠請多些人 就好像做新聞 比較獨家一點 實際上那件事 發生了就是發生了 不是你的獨家新聞 除非真的有些所謂獨家報料 所謂的Inside Story 所以 新聞資訊本身應該是公開的 這一節 所以我們就要評論 你所說的這個話題 你說這個積金 這個強積金 洩到 就是 飆眼淚 是不是 直接 倡議 說要取消 這個做法 以及這個說法 我們一直都贊成 所以 藍媒去說 我不代表 就是會去反對 這個藍媒就是方向了 大家都知道 其實 主要現在來說 幾個藍媒 比較多人看的 一個是Number 一個是方向 一個又是升甚麼 我們看了這些新聞 不是最大的問題 是要懂得閱讀 不要讓 裏面有誤導的資訊 或者誤導的觀點 牽引著 方向是很有趣的 每一樣東西 都是大罵港共政府 到最後 一說到 就是聖上的時候 就句句都說中央怎麼關心香港 實際上 他在 提供一個非常之錯誤的資訊 實際上 香港 是有一群垃圾官員 賺食 這個是事實 但是到最終 香港 之所以 可以有一群 垃圾官員 在賺食 遺害市民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 這個聖上嘛 所以 你維護他說話是沒有意思的 實際上你現在的受眾都看得清清楚楚 是不是 在國內 這些叫做一個人的問題嘛 一個人的問題就是一個人的問題 我們先不差太遠 稍後再評論 來講回實質數字 今年10個月 全香港 幾百萬打工仔 面對 一個相當之可怕的數字 就是強積金 全面虧損 人均 虧損 6萬港幣 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他的退休金 幾十萬 可能也沒有 所謂強積金 因為 香港打工仔 可能是有限的基層市民 虧錢也跟他 10個月就虧6萬 錢從何來呀 錢 就是 打工仔 市民辛辛苦苦 靠勞力找回來的 所謂經濟活動 經濟活動 不是因為你聰明 經濟活動 就是大家 工作的成果 很簡單的這個經濟學 GNP GDP 到最後 大家的收入 大家的勞動 經濟學術語 說你的人工的價格就是來自你和你的老闆 市場之間的一個博弈 到最後 誰的barkening power 大一點 就是會 影響到最後那個所謂 就是工資的價格 所以 一句說了 將他翻譯做廣東話的意思 就是香港的老闆兇兇兇 大媽省兇兇兇兇兇 敲詐你的時候容易一點 所以你份人工就給了他 可能應該高一點 尤其是 最主要是 基層市民 說 普普通通的打工仔 香港就肥上瘦下 上面一班可能是垃圾高層 尤其是港共政府 幾十萬一個月 只是教書先生 都好像公務員體制那樣 只是一個主任 都可能跟你說 八九萬人工的 我們真的是 聽眾都告訴我們 也不介意把他的收入告訴我們 我們不是不想移民了 我們移民了 找不到這個人工的嘛 我們知道 因為香港偏高而已 高到不合常理 不是因為 英國你要做二等公民 不過沒有辦法 既然 你在一個位置 拿著一個 真是不應該收取那麼高的人工 那就其實 某個程度上 你在享受著某種福利 所以你要自己取捨了 到底是繼續享受 這些所謂 賺回來的錢 坦白說 也是等於 全香港市民有份的 那些其實某程度上是公帑來的 現實是什麼呢 就是普羅市民 就是 做事 到最後交租 買樓 全都捐進去 等於到最後 用一個捐字不正確 總之全部都放進去 全部都放進去 政府的庫房收益 賣地 勾地表 高地價政策 到最後 又是市民 埋單 所以他們害怕了 因為大量市民離開 離開了 就沒得收割了 韭菜 如果有腳可以走的就不叫韭菜了嘛 所以他們最害怕的 是擁有逃跑能力的韭菜嘛 這個強積金 我們早就說要取消了 強積金的一個花名 叫做強姦金 因為 他就是好像 向你撕暴一樣 完全是 無視你的意志 最初 哄大家有強積金的原因就是 打工仔 生活沒有保障 要你自己 去供 自己的退休金 政府不幫你埋單 政府的錢已經夠多了 還要不幫你埋單 逼你 去供這個強積金 強積金 又是給他 拿去 有管理費 買股票 大量的 桌底的交易 背後拿著數 又是一個遊樂場 到最後 其實 其實埋單那個也是普通小市民 就算你可能人工比較高一點 你也是市民 你也是在埋領那條數 張單的 這些現實我們都說了很久了 現在你才發現嗎 現在 數值又不同 人均虧蝕都去到6萬多元 很嚇人的數字 6萬多元 有些極端一點的 移英的例子 可能真的帶著幾萬元就走 你跟我說 你一年 也未夠 10個月你跟他虧了6萬元 是不是很離譜 不過大家 你離不離開呢 未必有直接關係 因為你去英國 移民的話 你的強積金是拿不回來的 這件事我認為到最終 香港人是一定要跟港共政府去計算的 所以 只是一個萬成事件 我們看到香港人的確是缺乏了一個 有力的代表 所以我們也很需要 有一套機制想辦法去有一個 有牙力的代表 到最終 香港不單止是跟 英國政府或是 世界各國的政府 去接派的 其實到最後 香港人 是要對港共政府和中共 提出集體訴訟的 又或者叫做申索 是不是要去法院 一定要打官司才叫申索呢 不是的 我說這種申索是你用任何方式 都要去追回這些數字 現在 是港共和中共 強行充公 的財產來的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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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